兄弟们你们恐怕是对落地水有什么误解 正所谓落地水落地水 我的认为是先落地再倒水 在完成这个动作的同时呢 生与死已经置之度外 而你们呢却都在说我不会落地水 真不是我打你们脸啊 你们真是不自量力 你们所说的落地水不就是落地以后倒通水 保证自己不死吗 来吧兄弟们 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搜一嘴 210个的高度 如果我完成了请将666打在公屏上 兄弟们真不是我说呀 你们这叫落地水吗 你们这叫水落地好吧 先倒水再落地这不是水落地吗 行了就我这一波 你们一个无话可说了吧 这次的外出探前让我意识到 我们必须要发展一支海上部队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魔祖大船没有 像这么船载弩车的船载投射机的都是很多 而制作他们的材料需要用的先连掌 于是呢我就来到了我的出生点 这里是平顶山啊 先连掌多的是 当然了 我这一趟前来如果是仅仅为了先连掌的属实有点草衰 我依然记得我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 在平顶山就被一个部落欺负 如今呢 我好歹也是个国王啊 如果这事以后传出去可对我的名声有所影响 所以说今天咱们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杀人灭口 只有死人不会说话 这样我的秘密就保住了 这艘船同样也是我夺下的第一艘大船 之前觉得这羊毛没用 现在真香啊 所以说这艘羊毛必须给他带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肯定是这个部落没有错 最近先后拿下了帝国的城堡和蛮人的老巢 现在在看这个小巨点怎么感觉有点不堪一击 想当初我可是被他们打得撒腿对跑 来吧兄弟们 原来这个部落叫索尔特克 至于是干嘛的咱也不知道 站在往旁边的 这是索尔特克主母 而他是干嘛的 我也不知道 行吧 仇也算是报了 这个主母 咱们就放过他们 再次来到平顶山 咱们肯定要探索一番 这两手空空回去多少有点没有面子 经过我的一番群绕 我也是找到了这么一个索尔特克部落 这个部落也很奇怪啊 他们住的地方也不是个房子 也不是个城堡 要我看像是一个比赛现场 好歹我也是打过帝国的人是吧 这种小场面我见多了 外围的弓箭兵被我的滑石烂射大法统统拿下 说实陈那是快很快啊 我就杀入了敌人的内部 索尔特克虎齐 这名字咱也不知道咋起的 这名字带个虎字 战斗力也非常虎 该说不说 我这一个人对付他们还有点小吃力 还是那句话 我这不叫撤退 我这叫引蛇出洞 再次来个灰手套 拿起我的附魔弓 大玩手弓 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看到了 他们使用的装备武器全是精致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想到罗马帝国 在平顶山 又有如此的一个建筑 你们会想到谁呢 最后跟我对战的是索尔特克的领主 血量不多 40克星 收拿一把钻石斧 看似很厉害 其实啥也不是 再来一个灰手套 轻松拿下 现在咱们再看这个地方 兄弟们你们看 这里像不像一个角斗场 中间就是比武的地方 而两边就是观众席 走着咱们去场地中间 看看这个箱里有什么 我去 怎么还有人呢 索尔特克贵族手拿一把钻石件 60克星 而旁边的索尔特克死神 也有50克星 这血量有点过分了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黑暗组织 兄弟们 战略性车腿一边 在敌人化整威力慢慢消灭 一打四的话 我可能胜算不大 但是我一打二 那是绰绰有余 就这样 两名索尔特克贵族 就被我拿下了 然后咱们再看看 这索尔特克死神 他们也没有攻击力 手里哪本书 啥也不是 这不就是我的活靶子吗 你还想跑 OK了 这次应该是全部拿下了吧 本想着中间这个宝箱 会有点东西 没想到大失所望 兄弟们 索尔特克一个很神秘的群体 凭你现在探索正在地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兄弟们 看看这是哪里 没错 我又来到了亚瑟王雕像 自从上次拿下满脸老巢 咱们的收获不是很大呀 除了一点点钻石 好像还真的是没有啥 那么今天我再次来的这个地方 肯定是有原因的 雕像里的那个传送门 是可以传送到亚瑟王的领地里面的 而不是传送到地狱 怪不得这个地方如此之贫穷 原来是跟我俩玩套路呢 兄弟们 这俗话说的好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我记得还有一位粉丝说 这里还有一个秘密通道 说什么就在我的头顶 这头顶上也不像是有秘密通道的呀 行了 还是先进传送门看一下吧 哎 等等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奇怪 传送门后边怎么还会有黑钥匙 但愿如粉丝所说 进入以后就是亚瑟王的领地 嗯 不对呀 这不就是地狱吗 难道说亚瑟王的领地不在这里 没事啊 反正咱们时间充足 咱们在附近转一转 于是我就对附近的地形进行了一番勘察 怎么说呢 反正我是啥也没看到 那这个亚瑟王的领地可能就是没有吧 行了 不管有没有的反正咱们已经试过了 有的话当然非常好 这没有吧 咱们也平常心吧 这块黑钥匙我本来觉得很可疑 这么一看的话也没啥可疑的了 但是这次来呢 也绝对没有白来 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恶魔魔王 很快啊 我都不知道这哥们从哪窜出来呢 只听到碰的一声应该是从天而降 仔细看他的血量 150克星 我的天哪 这是我迄今为止遇到血量最多的一个敌人 他的武器并不咋地 就是一把普通钻石剑 但是我很纳闷 他为什么叫恶魔魔王 这里不是蛮人的老巢吗 于是我就跟他搭上了9981个回合 那他肯定是打不过我的 就这样这次探索就宣告结束了 来吧兄弟们 镜头一转 咱们再次来到索尔特克 我就知道这索尔特克肯定有个大部落 平底上也不大 我觉得这里应该就算是吧 咱们的战术不变 还是利用我的滑舍乱舍大法 在外面的弓箭兵一级拿下 然后再套入咱们的方天化级 与几个长毛兵的战斗一番 上级视频也是有粉丝问我呀 那王啊 你这方天化级咋不用啊 哎 说来话长都是眼泪 这方天化级的属性不错 而且他的攻击距离也长 但是他也有他的弊端 这CD的时间也太长了 那真要是一群敌人把你给团团围住 我估计咱们就只能等死了 所以说综合考虑 我还是觉得算时间比较好 你们看这个士兵 索尔特克神庙守卫60颗星 我以前打蛮人打兽人 他们的头领也没有60颗星呀 而且他们的坐骑也非常厉害 战马都不要了 直接起羊驼 我的天哪 这羊驼就跟吃了药一样 该说不说 这一步我差点被他拿下 好家伙 在我面前转来转去 差点把我给转晕了 有啥说啥 这关键时刻还得抚摸弓啊 我心想的这羊驼这么厉害 我也起起吧 不识好歹兄弟们 想给他个机会立功都不行啊 这场上打的我真的是 你们看看我的兄甲就应该知道了 这索尔特克的攻击兵也太厉害了 我的天哪 这怎么楼顶上还有这么多人啊 兄弟们永远记住 咱这不叫逃跑 咱这叫战略行车推 看到这帮人的名字 跟他们的行徒 我忽然觉得很搞笑 索尔特克虎骑 还真的是穿了一身老虎皮 这极有可能是这个部落最后的死打护法 咱们也不用着急 以退为进 边走边设 在行政界还能设得这么准 我真的是不得不佩服我自己 最终的四名虎骑 成功被我拿下 但是我觉得不太明白啊 同样是虎骑 为什么有的拿钻石副 有的拿石副啊 还是那句话 石副可以不要钻石副 咱们必须带回家 这场仗我可真是没少挨打 应该是没有人了吧 我去 还有一个 我的天哪 这索尔特克部落也太厉害了 上期视频再次挑战索尔特克 如果不是国王我武功高强出神入化 我估计我早就命丧于此 索尔特克死神 虽然你不动 但是你手里拿本书 我就怀疑你图谋不轨 我盲采一下 索尔特克死神应该跟我军的牧师的行业差不多 他应该是会起死回生大法的 怎么还有一个漏网之鱼啊 索尔特克弓箭手果然够顽强 宁可战死插场 也不愿苟延残喘 我围着这个索尔特克部落转了一圈 我发现这帮人好像都不睡觉啊 你们说这是个什么地方 没有一扇门 没有一个宝箱 没见到一张床 难道他们这里还有秘密基地 我说你这个索尔特克死神啊 我本想放你一马 你说你这个手里的笔画啥呢 兄弟们这不能怨我呀 不识好歹啊 于是我三下五穿 将两名索尔特克死神全部拿下 我就不相信这个地方就没有宝箱 讲道理 这个索尔特克部落人也不少啊 那他们的平时吃咔嚓撒都靠啥呀 兄弟们 我就说吧 这么大的一个部落 他们能没有宝箱 我估计隔壁的二傻子都不信吧 这就很尴尬 隔壁二傻子说了我信 这个部落呢 占地也不小 人员也挺多 但是这个宝箱呢 属实是有点也有点忒说不过去了吧 生气了 回家了 回到家以后的第一件事 我就制作了一艘船载弩车 这算是我发展海上部队的第一艘攻击型大船 我去 这么小的吗 船载弩车我再分析一下 就是弩车放在船上 兄弟们 有点草率了 这这怎么打仗啊 不过这玩意驾驶起来倒挺灵活 不过这跟我想象中的船载弩车差距确实有一点大 看来以后这玩意还需要量产 很快啊 我又研究出了一台船载投射机 船载弩车叫做船载投射机 是海上作战的两大法宝 看来的体型很相似 然后找来一名工程技师 咱们简单测试一下 还是遇到了那个问题 工程师可以控制弩车的方向 射箭也没有问题 他就是控制不了船载弩车的一个行径 你们说的难受不难受 或者是观众老爷们知道可以告诉我一下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我觉得这个海上部队好像也有点鸡肋吧 这俗话说的好 要想马儿跑 你还不给马儿吃草 那马儿他肯定是不跑 之前就有许多粉丝私信 我让我把家里的绿宝石给他发挥一下作用 那绿宝石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觉得绿宝石的唯一作用就是与村民交易 那咱们与村民交易什么呢 可以交易一点武器 也可以交易一些装备 那至于交易到的武器的属性是好还是坏 交易的装备的属性是好还是坏 那就得看脸了 不过不得不说这家里没带绿宝石还真不行 最终啊 我也是在这名盔甲商身上换到的第一件附魔钻石甲 它的属性是爆炸保护二 好像有那么的一般般啊 不是很强的样子 在这里我声明一下 由于我玩的版本是1.12 村庄里的盔甲商只能交换附魔胸甲 像什么附魔头盔 附魔鞋子 附魔裤子 他都得不到的 不过好在这里的盔甲商比较多 那这个不行的话 咱们还有下一个 我也是为了盔甲商的安全考虑 先将他围起来 没错 主要是考虑他的安全问题 然后呢 我又找了一个村庄 又找了一名盔甲商 咱们看看他能换到啥 我去 等会儿的附魔胸甲 兄弟们 你们觉得行吗 那行不行的话 好像也没得选择呀 要不再去找第三个村庄 找不找第三个村庄 先不说 我先给他换一波 家里绿宝石地儿多 就是这么豪狠 我的士兵传上他 犹如天兵天将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兄弟们 有人说我的保护二的附魔胸甲不行 说最少也得保护三 你说这事真的 关键是我能交易的保护三吗 众所周知 国王我小脸有点黑呀 多找几个村庄的话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吧 有点浪费时间呀 说行 保护二就得了 附魔胸甲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要搞一把 属性不错的武器 交易武器之前 我先回了一趟家 这工程济世也不容易呀 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 虽然是干啥啥不行 吃饭第一名吧 但是我有了好装备 还是第一时间省了的他们 当然了 还有这些弓箭兵 兄弟们 不得不说我真的是一个好国王啊 看到此情此点 你们感动吗 我自己都感动了 由于目前咱们物资还是有限啊 也就只能给他们整一个铁头盔 和一剑附魔胸甲了 等我以后发达了 绝对给他们整全套的附魔钻石装备 兄弟们看这把钻石剑怎么样 击退一 风力二 我觉得还不错 总比刚才交集到的亡灵杀手和截止杀手强吧 就是他了 回头给我的战斗NPC都给他佩戴上 OK 装备有了武器也有了 接下来咱们必须要去干一件大事 第一次带兵打仗攻打帝国矿场 由于我太年轻经验不足 一开战我就手忙脚乱 我带的几名弓箭兵呢 死的死伤的伤 当然了 那会我也穷啊 没有装备啊 手中只有一把弓 你说能打得过谁 是如今 不一样了 虽然物资还不说很富裕 但是给每一位战士穿上装备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次代表打仗我不带攻击兵了 轻易色的战士 全部手拿钻石剑 兄弟们 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这次我整整武装了十名士兵 这次打仗可不能再稀里糊涂了 临走之前 在家里演示一下吧 拿出我的指挥班 这十名士兵全部选中 这周围也没啥攻击目标啊 这匹马的出现好像刚刚好 来吧 指挥棒对对小马 按下攻击键 兄弟们 你们就说行不行吧 有了装备和武器 战斗力绝对是杠杠的 排兵布阵没有问题 战斗力也没有问题 即刻出发 此时此刻我翻车国防 终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我的身后有十名 赶死队一样的士兵 兄弟们 啥也不说了 考验战斗力的时候到了 这次绝对不能太自大 上次递过矿场的士兵太多 这也是导致我翻车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我们必须得吸取教训 先从小的部落打起 谁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呀 刚才又在大意了 那个据点早就被我拿下了 但是不要紧 我们又找了一个 我看这个据点 像是帝国的一个小农场 咱们也不要管是矿场还是农场 只要是小 我们必须要拿下 大王国拿不下 这小部落还不是手拿把枪 来吧兄弟们 说是吃那只快 你们可千万不要说 这也太小了吧 我再重新强调一下 咱们这人兵啊兄弟们 要尽量保证我们的战士零死亡 这样才能锻炼他们的战斗力 提升他们的亲密度 这打仗最讲究的就是配合 来吧这大门上又写着欢迎光临 我的天 什么意思 哦我明白了 国王必须先出手 否则士兵不敢动手 这里是诺斯卡的一个小部落 目前诺斯卡战士 以被我军团团围住 结束了 这也太快了点吧 这不行这不行 这样有点欺负人啊 于是我又找了一个小部落 今天的士兵有点勇猛 越挫越勇啊 我去这个部落又是诺斯卡 众所周知 之前我翻车国王一人挑战诺斯卡 这包臭弟弟不讲武德 连续射击陷害本王两次 今天就是个机会 说啥我得把这个脸给争回来 很快啊 话说三名战斗NPC 诺斯卡战士打的不可开交 哎呀这也不是对手啊 又很快啊 三名诺斯卡战士 全部阵亡 兄弟们 就这 我不得不说今天我翻车王国 彻底站起来了 俗话说的好 乘胜追击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杀入诺斯卡部落内部 走线迎战的是一名诺斯卡射手 这个弓箭兵是我最讨厌的 我使出一招花式乱批大法将其拿下 进来以后我才发现 我好像又中了埋伏 但是兄弟们注意看 什么叫协同作战 所有的仇恨拉到我身上 然后我的战士在身后疯狂输出 不好 这一波有点危险 很快啊 我打开门就窜了出来 这时候必须要使出我的花式笔中部了 关键时刻再来一个回首套 哇 还愣着 请把666打在公屏上 该说不说 这一波我军真的是以少生多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我们的战斗力凝聚 靠的是我们的密切配合 来打开门再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余 没吹牛吧 除了几名女性同志 没有别人了吧 啥也不说了 翻车王国 气吞山河 怪了 怪了我被围攻了兄弟们 坏了 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翻车王国再次重传出击 没想到效果很不错呀 上期视频也是接连拿下了两个诺斯卡的小部落 最主要的是我的战士们表现非常优秀 哎 这里有把钻石斧 这个是必须要带走的 然后呢 咱们简单搜刮一下这里的宝箱 经过了两次战斗的洗礼 我国士兵可谓是士气大战 再次来到一处狭小的木屋 居然又是诺斯卡 哎兄 你们这好像是冥冥之中啊 从昨日出来到目前为止 遇到了三个小巨点全是诺斯卡 就是知道我跟诺斯卡有仇 这是故意的吧 由于这个巨点也忒起了 所以说咱们的战士就不出来了 也没有几名诺斯卡呀 就两名 他们的主要任务可能就在这里养猪和养牛 这猪长得不错啊 白白胖胖的有点食欲 这牛也不错 体格健硕 肉肯定好吃 来吧兄弟们 大练兵大练兵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帝国少堂 首先我使用了我的花石乱车大法 在上面的弓箭兵给他一一拿下 闪开 给阵让个位置 真的是 我国士兵各个都是打架不要命啊 这是个好现象 充分体现了我军的凝聚力 持续战斗力非常强 兄弟们看 该说不说这屋里有多少人 都是什么植物我都没看清就给拿下了 我现在倒忽然觉得我自己有点无所事事 这一块怎么讲 我的士兵在哪里 在这里我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崩打帝国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门口是否有压力板 或者是羊毛之类的 你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即便这铁门开开他们也是进不去的 两种方法 录掉铁门或者是录掉压力板 OK了 我的翻车大军已经是涌入了敌人内部 你什么帝国弓箭手 帝国小战士 帝国长毛兵 我压根就不放在眼里 兄弟们 你们就看这个战斗力不是我吹牛吧 行了 穿口气的功夫 这个哨塔又拿下了 路箭不平一声后 翻车王国 牛牛牛 专眼间我就和我的士兵们来到了金河欢地形 这个金刚族真的是无恶不做呀 山章正义 成奸除恶 就是我翻车王国的根本宗旨 就现在来说谁还是我的对手 拥有十名战斗NPC 我就如此嚣张 那拥有了一百名 哎呦 那不能想象啊兄弟们 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强大的据点 早知道这次外出就应该带几名弓箭兵 这里的弓箭兵还是一样被我乱箭射死 紧接着我就带领我的士兵们杀入敌人内部 好家伙 没想到这么强到如此变态 在地下室居然囚禁了几名女巫 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 果然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和士兵协同作战四名女巫 三分钟就拿下 这里还有个单家咱们看看这是啥 好像啥就没有啊 对面还有两个单家咱们不着急 慢慢给他来搜查 当我打开这上面的时候我惊讶了 除了女巫这里居然还有一名化魔者 哎 该说不说 这你那两项目你就别折腾了 OK 这里应该就是强大的主楼了 拿下这里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 刚才这个什么鬼 我又没有看清名字 不过你还别说这个地方还挺夭壮 寻找一番以后 我终于是找到了一条路 首先向我迎战的是海盗士兵 这个臭弟弟我能怕他 我去 好像有点草率了我的士兵呢 此时此刻兄弟们注意了 我并没有慌 我只是很可惜 这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 没有给我的士兵们 你们看到了吧 我一个人是可以战成他们的 我的天哪 你们干嘛去了 看不到郭巴都已经残血了吗 你们这帮哈哈 在士兵的保护下赶紧吃块土豆回回血 一边在这这个场面不对劲啊 我过士兵这被什么给吸引了 难道强盗使出了美人机 算了 我不管了 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 兄弟们也都不容易 一个色的强盗窝 让我收拾就可以 强盗头目 好家伙 这名字起的够可以的 强盗屠夫 我的天 杀人不眨眼的那种吗 这名字起的花里胡说 这武功倒是一般般啊 眼看胜利队在前方 我也没有丝毫要放弃的意思 再上一层 两名强盗士兵在此把守 强盗头目 我都不放在眼里 我还会怕你们这些强盗士兵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吃起来两块土豆 最后一层了 兄弟们 又是一场大祸全盛 哎呦 坏了 坏了 我被围攻了 兄弟们 坏了 完了 我死了 我的士兵怎么办 兄弟们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 赵汉青 上期视频攻打强盗老拨 又被设计陷害 正所谓 鼓来征战 几人回 万般无奈之下 我纵身一跃就凉凉了 我这一跃不要紧 那肯定是名垂千古了 但是 作为一名爱民主子的好国王 我的士兵们怎么办呀 他们可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如此的好兄弟呀 但是现在尴尬的是 我好像没有技术坐标 完了 这次可玩大了 十名战斗NPC在荒郊野外全龙无首 关键还在强盗的老巢 这后果 不堪设想啊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老王了 没有别的办法 最终呢 十名战斗NPC全部回归 这训练的过程 尝到老王也拿下了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呢 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部落 我先排兵布寨 咱们准备去拿下他们 大家看前方 这个类似于蒙古包的东西 就是我发现的新部落 这次我们也完全不必威北缩缩 有了前三次的战斗铺垫 我们总结了很多经验 兄弟们 是时候该上了 完了 我好像射中了我的士兵 但是此时此刻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一鼓作气 拿下他们 这个部落的名字叫巴弗罗卡 你看他们手中的武器 都不是特别的厉害 不像是金刚族或者是帝国的 都是铁制武器或者是金制武器 他们的武器 最多也就算是一把实质武器 但是我有点大意了 在这次战斗当中 我的一名士兵居然牺牲了 大家看我的脚下掉落的装备 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打仗就要有死亡 即便是我翻车官王 不也是被诺斯卡 全都过好几回嘛 但是该说不说 士兵的牺牲 我还是很心疼的 很快啊 我们也达到了这个部落的中心位置 此次战斗 我之所以没有将巴弗罗卡的 所有弓箭兵先一一拿下 我的意图很明显 我就是要锻炼我的士兵 一个强大的王国背后 必定有一批敢打敢拼的战士 我希望这几名战斗NPC当中 可以出几名精兵强将 日后可以微博中用 此次的战场有点混乱 但是俗话说的好乱世出英雄啊 虽然用在这里不太贴切 但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巴弗罗卡部落 显然要比强盗厉害一些 他们这里设计的不叫弓箭兵 他们叫猎人 巴弗罗卡猎人30滴血 而强盗弓箭兵的只有15滴血 也就是说一名巴弗罗卡 猎人顶两名强盗弓箭手 所以说这场战斗打的尤其吃力 经过一番混战 外围的巴弗罗卡基本拿下 什么叫战斗力 简简单单一个字 干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打仗肯定好体力啊 别说是士兵了 就是我也得吃几块牛排补补啊 当士兵在头顶上出现食物标志的时候 记住了一定要给他们吃食物 否则他们是不战斗的 刚才的一场混战 我也没有注意到士兵的数量 这个先不管了 打完以后我再来个大点兵吧 该说不说巴弗罗卡猎人就是比较顽强 你这属于是阴魂不散啊 好家伙兄弟们 看看巴弗罗卡战斗的这张脸 怎么说呢 唯妙唯肖还真不错 远处还有一名巴弗罗卡猎人 你这小子可真不低的啊 这得放了多少黑剑啊 是个人先是个麻 勤贼先勤王 拿下这名巴弗罗卡猎人以后 大事不好 我的又一名士兵再次牺牲 哦等等 巴弗罗卡还有弓手 他的血量是20滴血 都是使用弓箭 这排名不正还挺细致 现在我严重怀疑 这个部落里还有一名起死回生的高手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又有一名士兵倒下了 这巴弗罗卡的士兵 现在有点源源不断的感觉呀 不行 再这样打下去的话 我的士兵战斗NPC可能无一生还 俗话说的好 当断不断 毕首其乱 拿下这名巴弗罗卡战士以后 我必须要休战一下 兄弟们还是那句话 带兵打着咱们必须要讲究战术啊 此时此刻的情况不容乐观 我去 怎么还有一名巴弗罗卡战士 怪不得我的士兵一直死 偷袭真的好吗 如果没看错的话 目前我的战斗NPC只剩下6名 这个巴弗罗卡部落还真是有点厉害 大家再看看我的样子 基本上已经成为刺猬了 我宣布休战一段时间 重整旗鼓 再次来过 荒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上期视频虽然我军损失惨重 但是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能与巴弗罗卡这样的劲敌交战 说实话也是我的幸运 士兵是干嘛的 士兵就是来打仗的 他们必须要在每一场战斗刀中 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磨砺他们的战斗意志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长 7名战斗NPC 现在只剩下6名 先不着急 战略性修整一下 再发起进攻 我认为此次战斗之所以我军损失惨重 第一 这巴弗罗卡是真的强 第二 就是巴弗罗卡的猎手和攻守是真的多 全是偷袭 我也没有办法 再次修整以后我从侧面切入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被敌人围在部落中心全有的情况 这次我聪明了 正所谓机智如我呀 带着我的士兵围着部落转一圈 什么叫散兵游泳 咱们就要对付这样的人 最后再向巴弗罗卡发起总攻击 兄弟们 说实话 在游戏里让我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取材呀 我若出生在战国时期 我必定是当不了国王 我也绝对是一名大将军 但是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只会打仗头脑简单的将军 我打仗那绝对是有有有某有战术 兄弟们 我说的对吗 这场上打到现在呢 外围的一些虾兵卸将已经是被我统统拿下 那接下来咱也不废话了 这些蒙古包里都是有人呢 我先砍他一件 剩下的交给我的士兵买 哎 你还别说 这士兵少了以后吧 感觉还挺整齐 之前十名士兵的时候感觉还有点乱 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有一个常语说的好 精兵强将 正所谓精兵 那肯定跟一般的士兵不一样 我觉得我很有必要打造这么一支部队 不求士兵数量多少 我只求他们个个都是精兵 要想成为精兵 咱们必须要首先具备两个条件 一 他们的装备武器必须是顶尖的 二 他们的战斗经验必须很丰富 不知兄弟们发现没有 士兵通过不断的战斗 他们的生命力是可以提升的 当然了 先提示你必须要活下来 这六名士兵就很勇猛 这场上打完以后 回家我给他们升车机 经过几轮机的战斗 貌似这个巴弗洛卡部落 已经被我们拿下了 我大意了 这不还有一名攻守吗 你们看 现在也用不着我出手啊 我去 怎么还有人啊 显然我又低估了 巴弗洛卡的人员数量 又是巴弗洛卡攻守 最后呢 这个防御的人是真的多 这一看就是巴弗洛卡的高官呀 有什么可好横的 管他是谁呢 进屋以后啪啪一顿销 好像也没有什么高官啊 全是巴弗洛卡攻守 和巴弗洛卡战士 完全没有挑战性 还是那句话 分分钟就拿下 拿下了巴弗洛卡部落 以后咱们就要收集物资啊 说实话 这个部落也挺穷 他们的武器都是实质武器 你说他的宝山里能有啥吧 那我也不能空手而归啊 这行 我看的不错 回家的路上做点面包吃吃吧 完了 这回只有粉丝建议我 国王啊 你不尝试的搞一只骑兵连吗 哎 我这一天这个主意挺好啊 这巴弗洛卡部落如此之穷 我搞两匹战马回去也不错呀 这该说不说 士兵骑上战马以后 我都感觉笨有面子 来吧兄弟们 这算不出来成立了 我翻车王国的第一支骑兵队呀 换个角度看一下队形 我去 人呢 我是真服了 卡在这里不动了 哎呦 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这万一哪天七妈打仗被卡住了 那我国士兵岂不是成了活靶子 看来这骑兵连以后还得研究研究 行了兄弟们 回家的路途还很遥远 能不能安全抵达还是个问题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时间 公元前32年 地点 巴弗洛卡部落 人物 翻车王国 暗的翻车士兵 还有 巴弗洛卡列连 巴弗洛卡掠夺着巴弗洛卡战士等等 时间 翻车王国对战巴弗洛卡 大获全胜 重点 翻车王国成立的第一支 骑兵队 该说不说兄弟们 你们还愣着 是不是应该把666打在公屏上 上期视频有粉丝说 国王啊 你可见这小题大做 嗯 当时一听我就懵了呀 小题大做此话怎讲 接着往下看 这位粉丝的意思是 攻打巴弗洛卡 完全可以采取火攻 这 这好了 这不好 采取火攻的话 我觉得就失去了这个模组的意义 兄弟们 你们说是不是 所有的骑兵终于安排明白了 吃块猪排 咱们准备回家 上期视频还有粉丝说我没有战马 那我跨下了这匹白马 他为何物 哎等等 跨下 跨下了战马 没毛病吧 这回家的路上 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兄弟们看这名士兵 看到他透极了食物 我就知道他是饿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士兵在战斗当中 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自动给他补给食物 每次打仗的时候 好多兄弟们可能也都看到了 士兵战斗几个回合呢 我需要手动给他们补充食物 这个还麻烦不说 主要是士兵没有食物 他会乱跑 你看吧 这说着说着又跑了一个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还能安全的回到家吗 所以说兄弟们 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呀 来吧 骑兵连才暂时解散吧 将所有的士兵收入背包 我先回家再说 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给看家护卷的士兵找食物 最令我欣慰的是当初我的养殖场 仅仅一个农夫 就把我的养殖场管理的这么兢兢有序 该说不说 这必须得加奖金呀 于是我下令赐这位农夫 黄金万两 布匹一车 小院一个美女一位 但是他的职业不会变 因为他足够专业 家里的士兵安顿好了以后 我简单修理一下我的装备 大家都看到我背包中的弓箭兵了吧 我的本意是不想发展弓箭兵的 但是今天我改变态度了 我觉得弓箭兵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说今天带上七名士兵五名弓箭兵再出去征战一番 小部落我们就不要打了 毕竟现在战斗经验也非常充足了 要干就干票大的 但是先别着急 弓箭兵咱们还是需要演练一下的 刚好这里有个小部落 刚好可以演练一下 我这还没喊开始 你说这家伙虎不虎 他根本不听你指挥啊 这若真是打起仗来 他要不是炮灰 我这国王我都不当了 说了这么多 我就想说明一点 这弓箭手真的是鸡肋 伤害高不高 咱们另说 主要是他不听指挥真的是要命啊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又是女巫灾星 我对这个部落一直很好奇 你们看这个女巫灾星骑士 她的血量居然达到了60颗星 而且令我疑惑的是 这么多人守护着一个箱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只遇到过两回女巫灾星 他们真正的部落 我到现在都没有发现 所以说我对这个神秘的部落 真的是充满了好奇啊 看看这个箱子里会有什么宝贝 宝贝谈不上 全是一些货币 说到大王国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帝国 兄弟们看这座城堡 我感觉比我现在住的城堡 都要牛一些呀 为了再次提升我国士兵的战斗力 主要是让他们长长见识 这个城堡 我们必须拿下 像这种大城堡弓箭手 我倒不是很怕 最怕的就是他们的弩车 别说是我的士兵了 就连我自己也扛不住弩车三件 作为翻车国王的我 该说不说战斗力就是旺盛 什么弩车大炮投射机 一把附魔弓全部摆平 转眼间 我就将我的七名士兵全部排除 还是那句话 要想成为精兵强将 你头上不插几发箭 身上没有几处伤疤 那指定是不行的 翻车国王带领 七名士兵大战帝国 成败与否 咱们下期再见